清晨五點多 天色昏暗 化學槽車行經台17線 彰化方苑路段 突然前方出現一輛機車 司機趕緊踩煞車 但還是追撞上去 聽到很大聲的嗎 是啦 就出來看就看 紅毛倒在頭上這樣 那就是啦 一整天也沒說 轟然巨響 機車的後半截被擠壓到前方 車身折成V字形 撞擊力道相當猛烈 現場留下長長的機車掛地痕跡 騎機車的76歲陽性柯農 當時載著74歲妻子 要到海邊養柯 沒想到半路被化學槽車追撞 兩個人傷重不治 家屬談起夫妻倆感情恩愛 不經悲從中來 我在想說來看我 我長這麼大 這個想到香港的感覺 不怕的都會笑笑 不怕的都會笑笑 只怕的 一米就只怕的 普通是感情也很 我們哥說不怕的 趙氏駕駛九色值是零 他向警方公稱 當時天色昏暗 加上現場起霧視線不佳 他沒看到前方有機車 等到發現的時候已經太晚 就是為注意車前狀況 然後去追蹤到這部中機車 警方表示 不少大貨車習慣利用夜間行駛台時期限 造成人車徵道 險向還生 結婚50年的老夫妻 出門養科卻命喪輪下 這陳孟輝 彰化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